本视频将为您介绍如何使用如影S及其APP实现更多创意功能 这在使用云台辅助拍摄自定义镜头时非常实用 选择拍摄 可以使用虚拟摇杆并调节摇杆的参数 还可以通过快门按键来触发拍摄 选择具象摄影 则可根据相机及镜头类型设置相应传感机类型及焦距 重叠是指将单张照片通过重叠拼接的方式创建全景照片 重叠率越高则全景图像越精确 而需要的单张照片数量更多 系统默认之为30%标准重叠率 延时是指云台在触发快门到开始响应之间时间间隔 在拍摄夜景及低光全景照片时非常实用 一切准备就绪后点击快门键 如影S会开始拍摄具象摄影 选择定点延时 你可调节拍摄间隔 素材时长 帧率等参数 这些参数决定了照片数量及延时摄影所需的时间 如以下APP显示 定点延时摄影时 可使用手柄上的摇杆 APP中的虚拟摇杆调节云台位置 或切换到手动调节 用手调节云台方向 调节好后点击快门按键 如影S则开始进行定点延时摄影 选择轨迹延时 则可像定点延时一样调节参数 但新增了两个功能 由于在轨迹延时拍摄中 需要移动云台位置 你可使用网壳新增 即设置五个移动点 在网壳中点击选择移动点 然后手动调节相机方向到理想的位置 点击删除标志 则可删除选中的移动点 重新点击可以消除选择 选择加号可以增加新的移动点 轨迹拍摄 类似于轨迹延时 但可以给云台设置 多达十个移动点的实时视频拍摄 每个移动点都可调节分段时长 即停留时长 分段时长以秒为单位 表示云台从上一个点移动到选中点所需的时间 停留时长以秒为单位 表示云台在选中点停留的时间 以上就是如何使用如影S 及APP拍摄创意镜头的介绍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